第28题打开冰箱的冷冻库会看到白烟冒出 下列有观此白烟成分及飘散方向的叙述何者正确 老师上课说过我们看不到水蒸气 我们平常看到的白烟大部分是小水滴 有的时候会是小冰块 老师上课说热水会冒白烟 这个白烟的形成是因为热水冒出的水蒸气 碰到外面冷空气凝结形成的 因为是热水冒出的水蒸气 所以它方向是朝上的 而冰块附近也会有白烟 冰块附近的白烟是空气中的水蒸气 碰到冰块的这边附近的冷空气的时候 预冷凝结所形成的 因为在这里是碰到了我们的比较冷的空气 预冷凝结 所以它方向是朝下的 而这一题打开冰箱冷冻户会看到的白烟 就像我们刚才讲冰块旁边附近的白烟是一样的 是我们空气中的水蒸气 预冷凝结形成的 而它的方向会朝下 所以第28题问我们说 下列有关此白烟成分及飘散方向的叙述 我们答案选的是株 是空气中的水蒸气 预冷凝结成的小水滴会往下降